各位同學大家好 接下來放晨老師要來介紹的是 如何在數線上找到這個優里數的點 優里數的點通常是寫成一個分數 整數的比這樣子 那因為mN都是正整數 那在數線上要找1m 這個地方要怎麼找呢 是這樣子的 一開始我們會從原點的地方 往原點的地方 這個O 然後找一個A 是m的位置 比如說如果它是5分3 那你就先把這個5 5個單位的地方 這個座標的這個點找出來 這裡就是5 那怎麼樣來做一個5分3呢 那就是這邊啊 我先用這個隨便一個固定的長 畫 畫 那畫了 它是5嗎 就畫5 這個 5個單位 畫5個單位 好 那 畫5個單位之後呢 這個地方它要的是 第 5個單位或者3個單位 這有兩種方法 5個單位是找第N個那個畫過來 畫平行過來 那我也可以一個怎麼樣 就直接 畫N個單位 畫3個單位就好 畫3個單位 然後第一個單位對過來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用第二種方法 就是 稍微寫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是 假如說你是 這個 3分之5要做這個的話 那一開始我們在這裡 先圓點找到 然後找到5個點 找到5個點 然後在這個 隨便 過圓點隨便畫一條直線 然後這個 做三個 隨便用一個單位場 掛三個 單位 固定的場 就可以 掛三個 然後 找到這個點 落架A點 這個點 叫做 P123 P3 這個點 然後我就把這兩個連起來 最後這個連起來 然後過了這個點 這個是 P1 P的點 過它做這個平行線 P1 P1 做過來的這個點 它就是 3分之5 那 做P1 當然你要 學會把這個腳 搬過來 它就平行 同位腳相等 那怎麼樣搬過來呢 這個國中已經學過 基本上應該不用在這邊學 我再講一下就是說 你從這裡 畫 在 取一個 固定的場 畫一個弧 那會交為兩點 那 你把這一樣 這三個點搬過來的話 同樣這裡 也是 剛才這個 這個 湖場一樣畫 畫過來 然後 會 就是說 你這條線還 還沒有找到 你怎麼樣畫出這條線呢 就是 你這樣畫抹了之後 這裡只有一個點 你希望把這點找到 如果找到進去連起來就好 那要怎麼找這點呢 那你就是 從這個地方 去用圓規兩 這個長度 從這個地方 同樣這個長度 一畫抹 那你就會得到 這個點 那這個點把它連起來 再連起來 那這個 就會跟它平行 這個角度 就會一樣 好 那你把它搬過來之後 這平行線 結等比例線段 意思就是說 這裡 一二三三 比上一 那 所以 這段也是 應該是三比 三比一 所以 這一段 就佔這五的 三分之一 那 五乘一三分之一的話 我就是五分之三 好 整個上三分之一 就是五分之三 好 這樣就會得到 所以 我們這個題目要怎麼做呢 一開始 圓點在束線上找 M的座標 叫A點 A點是M的座標 然後 在這邊 固定長 通過圓點 隨便畫一條 另外一條線 然後 固定長 畫畫畫 畫N個點 畫同樣的故長 然後 把最後一個 DN個 跟A點連起來 那連起來 以後 把這個 這個角 做到這邊 來 一個角以後 把它連過來 這個焦點 就是你要的 M 好 所以 這個我ワità 整理一下 第一步在书线上找出圆点跟M点 通过圆点随便做一条直线 不要跟这条重合就好 然后在L上面 这条叫L 在L上面取N个点P1到Pn 使这些线段都相等 然后连接A跟Pn连起来 然后用P1做跟它平行 平行线 好,那这个P点就是你要的M字面 在L贵了吗? 好 好